超级技能 下一页得有四个超级技能 触发超级合纵 一定会被吸收 禁闭一定会吸收 触发的一定是垃圾技能 我靠 23技能类腰的五不重 技能和资质曝光展示 单独拉出一个这样的界面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P图 又开始P图骗我们了 兄弟们 这次真的不是P图 我们先看系统时间 2024年4月23号下午1点56 梦幻西游首支五福宝宝 展示属性 以及技能 12加11总共23个技能 梦幻西游技能的上限 12加11 23个技能 24个技能的话就可以再打一个超级技能 但是梦幻西游没有一只24技能的宝宝 藏宝阁最贵的 有一个百一百万的是一只吸血鬼 他认证了一个单法 那只宝宝在没有出超级技能之前 就一直在摆着了 有人说就这属性也不咋地 大哥 你知道超级否定是什么时候生效吗 是进入战斗才生效 你现在在外面看到的和里面看到的绝对两回事 现在从外表上看 他就是一辆 武林红光 等进入战斗以后 他就变成六神合体了 兄弟们 他就变成他妈机器人了 外星人了 首先他一定要有超级名词和高级名词 因为他到时候所有的这些有超级技能的就会被吸收 所以说他现有的这些技能里 一致几率性的生效 合动几率性的生效 禁闭几率性的生效 盾气几率性的生效 卧槽的洗技能洗的全是垃圾技能 这只宝宝再生甚至会有用 反正甚至会有用 高连的宝宝都打不动 这把触发了超级合动 但是所有的超级技能全部没用 进入战斗再重新刷新属性 气血变成了16222 平砍一刀 3400 这是一个血宠的数据 壁垒7900 慌慌爆 业武清城估计还是不行 因为他不是叶罗沙 业武清城也加倍 突然感觉肋腰好顺眼 原来感觉这个肋腰很挫的 1500攻击的宝宝 不打天赋 上去干木装疯狂的37000以及1万 伤害结果直接加755% 这四个技能一定被吸收 然后这个盾气一致 合纵和禁闭 无论吸收哪个都不是主技能 他这只宝宝的技能还不能洗到太好的 要是洗到高头啥的 他反而亏 然后这只宝宝电书的话 得打高级名思的同时 还得打超级名思 然后所有的超级技能打完了 立批神马打完了 再打一本超级否定信仰 或者是得先打高级否定信仰 再通过神父 神父你们知道是啥吗 就是不通过几率性的打输 给高级授爵 直接升级成超级授爵 这个花费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只能说很多个神兜兜 这是真图不是假图 这是真图不是假图